哈喽大家好,我是雅丽 今天这一期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意大利的美食 我和我先生都是非常爱美食的人 所以我们对食物是不挑剔,但是有追求 我对婚姻光的看法就是 夫妻俩如果相关是真的,相关相同 然后兴趣爱好相同 然后能力是互不行的话 我觉得这样的一对是很难在平时生活情况下 出现争吵或者争执的 所以我跟我先生这么多年来很少会出现争执 所以他们的菜单都是以这种方式呈现 今天我们还是在我们住的这家酒店 餐厅酒餐 虽然他家的房间是现代化的 但是他的餐厅是欧洲复古风 而且整体感觉就是非常高大上 坐在里面也非常宽敞舒适 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如果是出去吃西餐 我都会由我先生去负责点蛋 因为我怕麻烦 看菜单怕麻烦 所以我都由他去负责点 我先生他是比我喜欢西餐的多一点 他如果有一个礼拜没有吃到牛排的话 他就会很想念 而我却不会 我比较喜欢吃日本肠中肠 你给他切了吧 所以他刚睡醒 好吃吗 这个面好香啊 好不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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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说 他要不要吃 没有 说 哈喽 说 说 唱天非常高大上 吃的东西也非常好吃 但是让我有点意味的 就是它的价钱不高 最终我们每个人都吃了第一道 第二道甜品 最终人均算下来 只要40度来欧元一个人 相当于300人民币左右 David,说话 今天我没放这么近 你帅,没放这么近 好吃吗,David 很好吃 David是我先生哥哥的儿子 非常优秀的一个小男孩 几乎我所有身边的朋友 见过David的 没有一个人是不夸他的 我们每次出去旅游 都会带上这些孩子 四五个孩子 但是他们很乖,很和谐 大孩子负责带小孩子 让我们大人很轻松 这两位是兄妹 你看他们两个长得一点都不像 放下吧 你知道有人讲我跟你哥长得很像的 两姐妹跟你哥 好多人说我跟你哥长得很像姐妹 这两位也是带娃高手 所以每次出去旅游的时候 我们的娃几乎也都是在他们俩的手上 这一道是大麦 我也是第一次吃 味道比想象中好吃 价钱在13欧元 80块人民币左右 这一旁是鸭肉饺子 有着非常浓的奶酪味 价格也在八九十人民币左右 这一旁是鹿肉 生吃鹿肉啊 你生吃鹿肉 这个我先给他来 再给他吃一点 鹿肉就你吃了 鹿肉就你吃了 这是海鲜汤 这个海鲜汤看上去很美味 这是小螃蟹吗 上面 这是虾 四字 五字 五字 这个海鲜汤 太夸张了 看上去好美味 来 这盘是牛肉鲍菇加土豆 将近16-17欧元 112左右吧 人民币 我个人觉得西餐的食物 要比中餐来的营养很多 我每一次吃完中餐 嘴巴都是不舒服的 反而吃了西餐的味道 不会那么重 也没有味精之类的 所以吃完都是口感非常舒服 但是吃西餐唯一的不好 就是容易发胖 因为他们烧的很多菜系 都是要放很多奶酪的 还有奶油 所以吃这些其实是很容易发胖的 这两天在外面吃的都是西餐 我估计回家一撑 要胖两公斤 给喝汽水 你看有点夸张 你看吐出来是夸张 刚才还是喝的 他感觉喝药水一样 他为什么喝又喝 吐又吐 为什么他的蕾子这么好看 哇哦 ケラ 蕾你看啊 是不是这个就是你的呀 这个好好看 就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 对啊 我这个是 Chocolat di Pasqua 我就尝一下 看看好不好吃 柠檬味 其实西藏要比中藏讲究很多的 他们吃完一到二到之后 如果后面不吃一点水果 或者甜点 或者消化酒之类的 他们感觉就还没有结束 一顿饭就是还没结束那种 他家的甜点比我预想中还要好吃 而且价格不贵 在七八块钱一到将近五六十人民币吧 这样的价格我觉得在外面随便一家小店都买不过来 在这样的一个餐厅环境下 我们每个人吃的第一到第二到甜品加饮料 人精到最后就四十多欧元 五十欧元不到将近三百多人民币 大家觉得是不是超级划算 超便宜 在外面吃的好处就是吃完可以走人 不需要整理也不需要洗碗 多好 我非常庆幸我们家里的关系都很好 所以我们每次出去旅游啊 聚会啊都可以一起 我觉得一家人一起旅游 其实不管到哪里都是非常开心 非常好玩 景点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可以和家人一起 到哪里都是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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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家人一起吃饭 其实吃什么不重要 只要聚在一起聊聊天 我觉得就比吃什么生争海味来得更重要 更开心 好啦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